《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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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 今天我们要结束《徒书》《徒书》第一章的内容 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都知道 在今天的经文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门徒们借着主的引导 要设立马提亚为第十二位使徒 有些圣经老师就解释说 这个马提亚 他是一个很金钱的信徒 但是他被设立为第十二个使徒 未必是神心目中的理想 主的理想是使徒保罗 我不认为这样的解释能够成立 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 马提亚不是主心目中的理想 反而在第二章 也就是五旬节来临之前 教会被诞生的事情 发生之前 马提亚被设立为第二十二个使徒的事情 被清楚地记载下来 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大 对我们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祂要进行的一个福音事工 要带出两个很重要的强调 第一 各位简单地说 为什么一定要有第十二个使徒呢 第一 第一 上帝看中的是完整数 这个是complete number 完整数 第二 在整个福音事工的一个起手里面 上帝要带出的是授权性 就是上帝 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要授权给这群十二个使徒的事情 那么我用简单地来解释这两点 各位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长的记载 在这个使徒经典第一章背后 特别是在五旬节来临之前的事情 第一 我刚才说什么 神要得的是什么 完整数 各位我们都知道 十二是一个完整 对不对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 我圣经每次讲 七这个数目是一个完整数 另外就是十二 你怎么知道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个支派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 对不对 十二个支派 代表了所有旧约的信徒 然后新约圣经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几个使徒 十二个使徒 十二个使徒怎样 代表所有新约的圣徒 那你把圣经读到启示录后面 启示录四章 刚才我们亲吻就读过了 对不对 到时候我们看到怎样 在天上有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复复在神面前敬拜 然后把头上的冠绵 放在主的宝座前 那为什么二十四位 各位有没有问过 二十四位就是代表十二个旧约的 十二个新约的 所以加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众圣徒 相信上帝 归向神的子民的完整树 这是完整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完整树让人知道 这是神的完整 神做工的完整 即便有时候我们人会软弱 人会跌倒 所以犹大犯罪 他灭亡了 但是神定的完整是还在的 所以这叫我们会清楚知道 在整个历史的结束之后 神一定会得到 祂的子民的完整树 明白吗 所以这是一个神为来的 我们有时候看 人跌倒了 人落伍了 人淘汰了 怎么办 我们常常很纠结这个东西 你放心 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退位的 人的软弱不能退位的 这是神自己定的 神自己拣选选招的 所以圣经怎么说 一切本于祂 依靠祂 归给祂 荣耀归给祂 阿们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的缘故 我们心里面有窃据了 所以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 伟大的福音工作 进展之前 神设立了 第十二个使徒 这完整树 那有时候 我们当然在 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不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专属于使徒 圣上所做的 但是有时候 我们有适当的有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教会 在起初开始的时候 有二十八位 然后每次我们看 我们教会第一次设立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 有二十八位 以前我们开始的时候 每次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完整数 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并不能与使徒的十二个使徒来相提并论 我们先要声明 我们讲这是一个完整树的意思 就是说这是神 在我们基督生命堂很独特 很完整的作为 绝对是神自己做的 这二十八位 如果今天我在拿照片出来看的时候 有多少个人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 有些落伍了 有些淘汰了 有些走世界的路去了 对不对 也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主在这二十八位 完整树里面 祂设立了一间地方的教会 叫基督生命堂 然后借着这个堂会 将来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传的福音 会得着影响多少的神的子民 这也是神自己特定的作为 这是神为的意思 所以人的软弱 人的淘汰 人的犯罪 不能推诿的 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或者服侍主 我们没有有这个窃据 没有这个窃据的时候 好像都是人在做 人拼命地做 人做得很伟大 然后人就得荣耀 人做不到 失败了 人离开了 然后人就沮丧 挫败 绝对不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不是我们能做的 这是圣灵自己要推动的工作 圣灵充满圣徒们 然后把这福音传到地级的事 所以神自己拣选人 祂定的那个完整数 然后借着他们来完成的工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走下去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窃据 对不对 我们不会被中间的过程动摇 另外一个 我刚才说授权性 the authorization 或者叫accreditation 授权 神授权给我们 各位你们听 马提亚 其实不需要在这个 第十二个使徒的排列中 他也是一个 可以说非常蒙恩的门徒来的 但是当他被排列在十二个使徒的职份中 这个证明什么 这个证明 这个使徒的职份是神圣的 是独特的 所以这个人 他被排列在使徒的职份中 享有了使徒的权柄 所以使徒们是怎样 使徒们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 然后他们与耶稣一同出入 他们看了一般的信徒 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 所以神也必定透过他们 所来做一般的信徒 不能做的事 包括神迹奇事异能 如果我们看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那个地方 他说什么 我在你们当中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奇事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证来 各位有没有 显出使徒的凭证 所以我们会知道 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异能 是专属于使徒的 只有这十二个使徒 能够从神得着这样的权柄 他们说的等于神说的 他们按守的等于神直接按守的 他们为教会决定的就是神决定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专属于这群使徒们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会知道了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做见证 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做的见证 跟一般的信徒做的见证 不能相提并论 他们是大有权柄的 第一手的见证人 直接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群人 所以主的圣工不但是内容 各位你要知道内容 你也讲耶稣 他也讲耶稣 我讲耶稣复活 使徒也讲耶稣复活 但是主的事工是一定有授权 授权给这群人 他们有权柄 所以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的 那个真实性 那个可靠性是绝对的 所以他们是被授权 不但为使徒 也授权来写这本圣经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 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 使徒所看见 从主从圣灵默示的 他们就写出来的事情 所以使徒权 这个权柄就临到这群人 在特别五旬节来临之前 这个权柄要授权给他们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圣灵来了 我们都知道 你们都得到能力了 大家奋勇做见证 你也为人祷告 他也为人祷告 你也按手给人医病 他也按手给人医病 什么都这样 每个人都做美好的事工了 对不对 人都是这样 看到外面 人有能力 这个牧师按手 人就起来 还是什么样 我们就忘了 我们就忘了上帝的道 我们就 这个牧师有能力 我要听他讲的 他讲的就是神讲的 然后我也要只有他给我按手 只有专注人了 对不对 神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们知道吗 神不喜欢 这个其实都是看人的 都是在寻找那种人现象的能力 都是在被人的那种charisma 人的魅力 人好像带出来的那种暂时现象性的能力 来吸引 神不要这个 神要各位信的是什么 这福音的能力 这神的话语的能力 所以各位会知道 如果上帝没有授权给这十二位使徒 然后这么清楚在第一章后面 那个第十二位 为什么要第十二位呢 其实不用嘛 十一位也可以做嘛 对不对 十一位也大有能力了 还要偏偏那一个都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的 因为这是神为 神自己做的 然后神也定了那个完整书 然后神授权给他们 这群人 他们被授权之后 以后圣灵降临 我们每一个人都行神迹 行义能 但是你们要知道 只有这个使徒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讲的 他们所决定的 才是绝对的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为了要保护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我看到教会历史里面 就这样走了两千年了 我跟你们说 如果上帝没有做这件事情 这么看重这个使徒的权柄 也授权给他们的事 今天教会一定混乱的 今天教会哪一个人出来呼风唤雨 哪一个人出来讲预言什么东西 教会很多人就信这样的人这样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现象了 即便主已经在五旬节降临 做了这么重要的事 就专门讲到使徒们他们的授权 是独特的 专属他们的 是神圣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今天还是什么新使徒运动起来 我从神有话说 我看见什么异象 我看到耶稣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这些是其实属灵的淫乱来的 这些是其实受到邪灵的暗示 我跟各位说 邪灵是一直做工的 你们以为末世时代 圣灵时代一来的时候 邪灵是跟着来的 你们知道吗 这是他不休息的 真的东西出来 他就制造假的出来 而奇斯路白马一出来 我们主耶稣基督圣了又在圣 对不对 下面什么 红马代表魔鬼 他的工作就来了 对不对 使徒们有这么伟大的工作里面 一开始 然后慢慢 很奇妙的 下面 整个罗马福音画之后 慢慢就是教皇的文化就出来了 然后变成什么 罗马天主教 你们看到整个历史 你们好好研究教会历史 邪灵的工作是不休息的 一直制造假的东西 我这样讲的话 大家就 有些人就会误解说 牧师你就讲其他的教会都是邪灵工作 不是讲这个东西 一切很忠于主的道德 一直要回归正统正规的 不要偏离这个圣经 使徒们所写的圣经 来带领教会 来传讲信息的 他们是越靠近圣灵的工作的 圣灵透过他们说话的 他们的祷告是越靠近神的心意的 但是越离开这个 但是也一样带出能力 带出歧视 带出很多的异能 但是越离开这个正统正规的 甚至做了什么呼风唤雨的 很多的 甚至慢慢这个当中 你会发现很奇妙的 邪灵的工作就来 然后新的道理都被发明出来 所以各位 这些新鲜的道理 邪灵的工作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不会就两只脚出来 我是鬼 我现在叫你信我 绝对不会的 圣经讲他是the greatest hypocrite 装作光明的天使 如果今天他是人的样子 帅得不得了 对不对 如果他是一个出现的时候 一个不到家 你以为他是大不到家 伟大的神学家 但是他的神学是偏离的 他讲的福音 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福音 但是很靠近 所以很多人会被骗的 你们会了解吗 所以我今天这样说 不管是谁 不管是最伟大的 不得像比利格拉罕 不管是带领最大的教会 像赵荣基牧师 如果他们偏离了使徒所讲的 这是上帝自己授权给这群人 偏离了他们所启示的道 发明另外一个道理 或者不忠于圣经的道理 其实神不喜悦 就是说他们的服事里面被玷污了 他们给仇敌有一个通道了 所以可能他们的时代是很复兴 他们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传不下去 下面后来的时代越来越偏 越来越偏 所以很多很多就起来的时候 下面的时候 其实对福音的道理全部不懂 只有搞节目 搞教会 搞人数 只有搞这些东西 所以你就会发现魔鬼就慢慢这样的要吞灭 消灭主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讲一代一代的工作来 并不是说这个是鬼 那个牧师是鬼 不是这样讲的意思 你们了解吗 我们讲邪灵的工作 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工作 只有真理把真假分辨出来 所以有一点偏差的时候 当有一些教导有一点偏差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是会有的 但是要把它归正回来 那如生牧师也可能忽然间受到干扰 或者受到影响 有些错谬的道理 就是好像有一点接受 你们要为我祷告 那个时候牧师你要快点 你要归正回来 我是跟主祷告 真的如果我这一生 我就是跑去讲那些是是而非的福音 就是做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 有一天主牧师起来 神跟我说这样的 我说如果主 我是真的在这个时代经不起这样的诱惑 这样的灵道干扰我暗示我 我就分不清接受 然后这样讲的时候 主祢要把我带走 快点把我带走 不叫我误导下一个时代的人 这是我们很诚恳很忠诚的神的仆人 看了圣经 看了历史历代的情况之后 我们心中的一个感叹 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这么多人跌倒 其实做了美好的施工 但是这样的蒙羞的结束 然后最后好像侥幸的得救 你们明白吗 好像经过火 他经过上帝审判的火的时候 最终可能只有他的灵魂得救 起码他这个信耶稣是真的 但是他一辈子的服饰 就受到很多错谬的影响 那些来教导来做 得到人的荣耀 我看到人数 很开心 但是原来他是好像一个亚伦祭司长 给他们建这个金牛都 对不对 这种侍奉 我跟主说不要把我带到这个 不要许可我 因为仇敌的工作是很微妙的 很狡猾的 求主不要许可 他的仆人走到这一步 这是我很诚恳的祷告 所以授权的事情我讲完了 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要跟各位强调说 我不是要批评教会的 我是真的为教会流泪的人 常常为主的教会 真的像保罗这样 要将教会成为一个 真洁的妇人献给基督 真洁的 不用被假的东西来玷污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最后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看 《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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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来讲120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各位在这里虽然圣灵还没有降临 但是主升天之前已经有几次很明显的 这样显明 彼得一定是一个使徒团队里面的首席使徒 约翰福音后面各位读到的时候 特别约翰记载的是什么 主耶稣亲自找彼得 对不对 彼得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群养 所以主的工作是很明显的 你显出谁是那个带领者 在这里彼得起来讲到 带领整个现在刚刚开始的一个团契 对不对 圣灵还没有降临 所以有些人说这个还不能叫做教会 圣灵降临 五旬节降临 教会的诞生 然后严格来讲是这样 严谨来讲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要小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罗马天主教把彼得当作第一个教皇 各位在这里彼得起来讲到 上帝没有说他能得到像教皇室这样的权柄 对不对 他自己也是一个人 也是软弱的人 也是刚刚否认主的人 蒙了神的怜悯 主定了他为使徒 主看到他的内心 所以让他成为首席使徒 但是没有给他教皇室的那个权威 也没有说彼得的权威要继续传一代一代一代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彼得他也是起来 在众人当中寻求主的美意 来带领现在这120个人 所以现在主升天和圣灵降临之前 这个中间有这个十天 在那时候就是这个十天里面 其实主仍然有他的引导 就是他感动彼得透过彼得的讲道 来预备众人的心 所以我们看十六节 说弟兄们 现在他被主感动说 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 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各位 我们读大卫的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大卫的诗分成很多的种 有一种叫做弥赛亚诗 就是说大卫他在一个亲身体验当中 他写出的一些诗词 诗歌里面 其实是预表也预言 将来那位他的后裔 就是那个弥赛亚基督 他来的时候也会遭受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大卫的生平 我们都知道他被很多的人背叛 对不对 被离弃 后来这位基督来的时候 也遭受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弥赛亚诗里面 就很清楚的已经有说到这一点 特别大卫受到很多的冤屈 被人背叛 有些的解禁家说 在这个大卫曾经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东人多异 他就是扫罗王的一个师母长 他是其实大卫在逃跑 扫罗追杀他的时候 大卫到圣殿里面去 然后借助这个祭司长的帮助 所以祭司们都帮助大卫 因为知道他是神受高的君王 但是以东人多异在那边看到了 他就去禀报通风报信给扫罗 扫罗很生气过来 对祭司们说 你们为什么背叛我 然后命令把这群祭司全部杀掉 没有人敢动手杀上帝的祭司 然后以东人多异就起来动手 杀了85个祭司 祭司们全部是因大卫的缘故 就是这样被背叛 对不对 被背叛大卫 所以我们主耶稣被谁背叛 我们主耶稣被犹大背叛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写出来的时候 大卫写出他被背叛的那个感受 他被背叛的时候 那个恶人 这些无耻的人 他们应该受的刑罚全部写出来 所以这个诗歌就用在了现在犹大的身上 这些诗词 所以各位 我们会明白 在这里特别我要强调一句话 因为这里说这是圣经预言的 每次我们看到这是圣经讲的话 预言的已经应验了 人家就说谁能够抗拒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要太怪犹大 犹大也是 他也是人 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旨意 所以神已经定了 一定有背叛他的 所以犹大就背叛 他就灭亡 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要强调 当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定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 那就没有人的错 犹大背叛耶稣 并不是神预言的驱使 乃是犹大自己的邪恶的心 促使他所行的事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我这样说 就是在一千年前 大卫已经预言了这句话 那么一千年过后了 基督来了 然后十二个使徒他拣选了 有一个叫犹大的 犹大他就背叛耶稣的事情 不能看为 因为神已经预言了 所以神特别叫犹大 特别刚硬 叫他变得很坏 很邪恶 很无耻 所以就背叛耶稣 不是这样看圣经的 圣经说神的话已经预言了 不是神使人变成邪恶 乃是犹大本身已经是邪恶 已经是刚硬到极处的 神任凭他 神让他去 所以他一直在耶稣的团队里面 从来没有信过他是基督 没有信过他是弥赛亚 所以他最终就走了灭亡的道路了 应该要这样看圣经的 不要把人的错来归咎于上帝的主权的事情 然后第十八节 第十七节这里 他本来列在我们叫树中 在这个树木中 十二个使徒的树木 并且在使徒的职份上 职任上得了一份 所以犹大的邪恶是什么 各位犹大的邪恶在哪里 他活在恩典里面 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恩典 他一直拒绝恩典 所以你们有些人问 为什么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会背叛他 为什么还要拣选他 有些人为什么要把他拣选为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个排列里面 各位问为什么 有两个理由 各位注意听 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一个理由就是 要告诉我们 并不是你生在恩典里面 你活在恩典里面 最终你就自动得恩典得救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不能说你生在基督徒家中 你从小去教会 你最后自动得救 没有这回事 犹大他在主的教会 在主所定的十二个人的一个教会 或者十二个人的一个团庆里面 他没有信过主 所以我们会知道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 要谨慎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不是所有称呼主的主我们就会得救 连主所亲自教导的那个团队里面都有一个犹大 所以教会当然有很多不悔改的人 所以为什么教会一直要拼命讲悔改重生之道 把这个讲清楚 叫人知罪悔改归向主 单一的归向主 然后过进前基督徒的人生来证明你是已经归向主的 证明不是要赚取 证明你是已经归向主的人 所以你追求主的话 做主的事跟从主的道路才是的 如果这个没有 你怎么说我是基督徒 我已经受洗了 这个没问题 这个就这样讲的 你自己心里面想而已的东西 这是一个 所以不是生在恩典里面 你就自动得恩典的 你都要悔改 都要接受主的 第二 为什么主要拣选犹大 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审判那一天 没有一个人能说 神没有给我机会 在灭亡的人中 没有一个人能说 神没有给我机会 因为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 上帝会指住犹大 你看他 你说我没有给机会 犹大听过所有耶稣的信息 犹大看过耶稣所有行的神迹 但是心里邪恶 阻挡真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 告诉全人类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说 神是不给机会的神 神都向我们启示 用各种的方法 用整个大自然 用各种的 能够看得到 听得到的 还有福音的使者 告诉你们有神 但是你们心里不易 阻挡真道 所以你们灭亡 没有一个人能跟神抢嘴 所以犹大的出现 在耶稣的这个团队里面 然后最后他灭亡的事情 带出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犹大 他刚应到底 而最后他灭亡的事情是怎样呢 这里十八节说 这人用作恶 这里用作恶 如果原文翻译 有些人可以说无耻 无耻 的公价买了一块田 以后生子扑倒 杜妇 彭裂 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达玛 就是血田的意思 各位 我们刚刚 情文读了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说犹大是怎么死的 上吊而死 对不对 他就看到他出卖的 他的老师 好像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而已 但是他就这样的被审判 要被钉在十字架 他内疚的不得了 他就去找祭司 我说我害了无辜的人 这些钱我不要了 祭司说这是你的事 他就把这些钱丢在那个圣殿里面 然后祭司就拿了那些钱买了一块田地 所以各位 这里我们会看 马太讲他是吊死的 然后路加说 这里他是怎样 绳子铺到 杜妇盆裂 肠子都流出来 那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两个记载不一样 其实没有矛盾的 一个是记载他吊死的 那可能他吊死之后 那奥古斯丁是吊死了 可能掉下来 绳子断掉 或者树枝断掉 然后他的身体砸到地上 或者有一些石头 然后整个的杜妇盆裂出来 肠都流出来 这样的事情 所以两个的记载也不一样 对不对 连一个人死 你死五分钟 有些人记载前面一分钟 有些人记载后面两分钟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人他死的样子是很恶心的 连世界的人看的时候 这是受咒诅的 明白吗 受咒诅的 然后全耶路撒人都看到了 全耶路撒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是谁 曾经在耶稣的团队里面 然后他出卖他的老师 然后后来他自己致敬 然后死的样子是这样 就这样了 然后 现在这里说 他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 这是他买的吗 这不是祭司长买的 其实不是祭司长 按照律法来讲 那个钱还是在他的手中的 他只是因为过度内疚 把钱丢掉 对不对 但是这笔钱后来 还是用来买了一块田地 那个田就叫做雪田 那就是 为什么叫雪田 第二 油大的雪也留在哪里 或者 从另外的人的角度来讲 雪田因为他卖了无辜自人的雪 就是他卖了他的主的雪 所以来买那块田 然后人的取名叫雪田 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要讲的就是什么 各位 这块地 人家都叫它雪田 比如说以后有人来观光 你们来 这个叫雪田 为什么叫雪田 各位明白吗 你到美国去 有些路 为什么这个叫George Road 为什么这个叫Washington Road 因为要纪念某个总统 明白吗 所以或者某个伟大的人 他叫George 或者叫Washington 所以每个人走过后就想起那个人 这个是好名 对不对 但是臭名也是有的 你们明白吗 一臭万年 对不对 雪田什么 犹大卖了无辜自人的雪 所以你们现在站着的 这个地方就是雪田 所以后来的世代的人 都会知道他所做的事 所以邪恶的事也成为见证 也有可能的 所以你要得好名也见证 坏名也见证 看什么角度 这是犹大他的无耻之心所带来的 那么犹大其实做的真的很邪恶吗 有些人读的时候 他们很体贴人性 犹大其实他也很可怜 他卖了主 然后自己内疚到自己自杀 钱都不要 这个人杀样 不要太责怪他 这个我们体贴人性这样觉得 但我跟各位说 犹大犯的罪是最严重的罪来的 比一般杀人强奸还严重的 为什么 他的罪的严重性就在于什么 他卖了那个罪良善的主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各位 卖主卖友 这是最严重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道德观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 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公德心 那个人是坏人 那个是杀人 我们这样想人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出卖教会 出卖主 以前我到中国去的时候 每次我要上来讲道的时候 那个老师 那个带领者 求主阻挡恶人的脚步 他每次这样讲 我说什么意思啊 因为原来在中国很紧张的 每次你讲道的时候 忽然间会不会有公安进来 然后公安为什么会知道你们聚会 因为有卖主卖友的人 他们就好像跟圣徒在一起 然后潜入当中很敬虔的样子 这种虚假的人 其实他们是越像撒旦的 装作好 好到没有人知道他是不好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连使徒们都不知道 犹大原来就是那个出卖主的 最终出卖主的 所以他的写了 所以最后用什么亲嘴来卖了耶稣 亲他的时候 拉比 你好 这兵丁门就把他抓起来 卖主卖友的人 主最爱的就是他的教会 他的圣徒 出卖教会 出卖圣徒的 不用讲了 当然就算你出卖教会 出卖圣徒 最后还是有机会如果你悔改 但是他没有悔改 他只是内疚 他就自杀了 所以我们就明白 人的邪恶跟我们 用自己人性的那种同情心来看 是不一样的 你卖了一个邪恶的人 跟你卖了主 卖了主最爱的 他圣洁荣耀的教会 这个两个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也是要给大家 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信主二三十年之后 他们的价值观 道德观 对错观 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 他看的东西跟世界的人看的一样 世界人 是的 不要来聚会 很危险 不要来 政府讲不要来 不要来 这样 你信什么耶稣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你可以上班 你不能来教会 你可以坐公交车 人家更靠近 我们这边还有两米 三米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的 反而好像自己的家人是基督徒 来阻止另外一个人去教会 那我就说他信耶稣信什么 他读什么圣经 读了只是像故事这样读 道理 知识这样读 但是整个观念 价值观 什么是轻 什么是重 什么是最重要的 哪一个是次要的 他没有搞清楚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在讲道中 要改正 纠正 或者我们说归正的一些地方 我们明白了 我们继续看 二十一节我们看 因为诗人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愿别人取得他的职份 这里很清楚 其实诗篇1098节 那个地方就讲了 形容一个邪恶鬼杂的人 其实就是讲这个犹大 用轻嘴来卖他的 各位 犹大这样的背叛 他落伍了 被淘汰了 才有第十二个使徒 对不对 后来你看使徒行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使徒寻到了 谁 雅各使徒 雅各寻到了 有没有再补多一个使徒 没有 因为他致死忠心 对不对 致死忠心的 就是他留下的见证 所以就犹大背叛主了 所以才有多一个职份 来取代他的位置 那么很简单的 我们继续读21节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要选第十二个使徒了 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再读一遍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主的整个的服侍的生平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我在虚论的时候已经说了 为什么要补上第十二个使徒的职份 你还记得吗 为了两个理由 一个是完整数 第二个是要授权性的因素 对不对 那么十二个使徒被得着的用意 是什么 这里很清楚说 要与其余的使徒 这个第十二个使徒 要与其余的使徒同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 你们一起看第四章33节 《使徒行传》 如果没有的话 这里有 这里我们看见有特别的恩高在使徒身上 这里说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所以这是圣灵的大能大力 在谁身上 在使徒身上 使听的人都信 如果你们继续看第四章下面的时候 甚至圣徒们都一起起来 把自己的房屋田产全部都卖了 放在使徒脚前的事情 然后过后有什么事情 亚拿尼亚沙菲拉 欺哄圣灵的 然后彼得责备他 他当场扑倒 各位有没有这样 有谁有这样的权柄啊 好像上帝自己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motivational scale 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捐你们的房屋 上帝要给你们十倍 哈利路亚 很多人就口袋拿出来 我要 全部被这些假的牧者骗得不得了 倾家荡场拿去奉献 还不知道 其实这是当时候 讲到那个时候我会多讲 当时候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 他们传讲信息 那时候圣徒们全部被逼迫 被赶出圣殿 然后耶路撒冷也饥荒 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只有大有能力的为基督做见证 神什么都预备 神甚至激动人心 把一切都卖了 放在使徒的脚前 这是只有使徒的权柄 才能做 他们的权柄 他们的能力是什么 叫人的心意完全更新变化的 那个能力 就是传讲基督的能力来的 今天 传讲基督没有能力 讲东讲西讲不到重点 然后整天就叫人来释放医子 这些人你们千万不要跟着他们 我跟各位说了 所以要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 从施洗约翰起 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那这些人都在当场见证这事 所以成为第一批的见证人 所以他们所看见的就传讲出来 所以我们做主的施工讲真的 有时候还不是需要那种很聪明很有学问的 当然你有聪明有学问 你愿意被主用 这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先决条件不是这个的 先决条件就是你看见了信传讲 因为你看见了 你的良知告诉你神是复活的 你放胆传讲了 圣灵就做工了 你萎缩起来 我要讲 但是人家怎么看我 不要讲这样 你就发现你在经历圣灵的能力里面 你大有欠缺了 所以特别是这方面 那么使徒们说 那么这个第十二个使徒 我再说 要拣选他的这个先决条件 是什么 就是还是要主亲自拣选 不能自见 你自己推荐自己 也不能用人来选 好像我们今天 好像我要执事选长老 牧师举荐 弟兄姐妹觉得好 或者投票 长老会里面投票选长老 这样 但是选使徒不是这样的 选使徒是要主亲自来选 但是主怎么选 主已经升天了 看不到了 所以要怎么选呢 你们看 所以下面就记载 怎么在众人当中 主选出他的拣选 那我们看 第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于是 选举几个人 两个人 这个两个人 就是那叫做巴萨巴 又称呼 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所以巴萨巴跟马提亚 两个人 然后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 祢知道万人的心 求祢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祢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 犹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不用讲 你们都知道哪里了 于是 我们一起读 于是 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各位 要怎么在众人中现在看见神绝对的引导 现在是选使徒 不是选长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怎么做 首先 这里有120个人代表 南丁来讲 120个人 在这120个人 大家都一起按着彼得所给予的先决条件 先选出了两位 先选出两位 一个是巴萨巴 一个是马提亚 所以我先要说的就是 主的感动首先是透过众人的祷告和看见 现在在选使徒的时候也不例外 当然选使徒的时候有最后一个步骤 但是首要步骤还是先也透过众人的看见和祷告 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选执事长老这些 虽然不是选使徒 我们也知道众人的看见和祷告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样的众人 120个人里面 连重生都没有搞清楚的 刚刚来教会 然后这个教会参加三个月就有membership 可以填表格就变member 还要选使徒了 没有没有 现在没有使徒了 要选长老了 这个长老好 我喜欢 那个长老很凶 不喜欢 然后这样选 一票 所以我觉得今天教会的一个投票选举里面有这个问题 120个人所有都是有敬虔爱主的人 明白主的旨意的人 他们在一起选出的 虽然不是指定的那一位 但是两位都靠近主的心意的 你们会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 如果一个人做执事长老的话 他一般的比较属灵的人在旁边的人 看他都摇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真的不行 你们了解吗 做牧师也一样 如果你们看到我摇头的话 我应该下台了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在哪里 神在属灵的人的眼光里面 心肠里面 判断里面 他做感动的工作 所以 这是很重要 所以选使徒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以跟众人的祷告有关系 但是呢 他们无论怎样选 选不到那一位 有两位 不是一位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两位都是敬虔爱主的 但是最后 我刚才说什么 一定要主自己亲自选 因为这是选使徒 所以这两位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自己选的时候 他们怎么祷告 主啊 祢知道万人的心 我们呢 众人120个人 我们用客观的条件 巴萨巴 马提亚 他们在施洗约翰开始 一直到主复活生天 他们都在 他们都很敬虔热心的服侍 在众人中都有见证 但是这个心里面的东西 还是有一点差异 我们不是这么清楚的 对不对 外在客观的条件 我们都看足了 但是内心很主观 里面去的人 哪一个的心是更爱主的 更纯正的 更清洁的 只有主自己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外面看 都是敬虔摆上 但是内心他们领受主的恩典多少呢 只有住在人心的主能够知道 所以到最后一定要让主自己选 所以他们这样祷告了 所以主啊祢知道人 所以心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这个人能成为牧师 成为长老 成为指示 如果你是世界的人 就会一看马上看 他讲话厉害不厉害 他有没有学问 什么有没有说福利 我就喜欢这样 内心的东西谁懂 只有主知道 我们人不能完全懂 但是起码我们跟一个人 有长久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会 原来他的内心 他这样做 以前我还误解他 原来他真的是舍己爱主 被人误解也不在乎 只求主的旨意 这个是要跟人多年在一起才知道的 你刚刚来教会半年 你就能够看得出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会了解 所以现在第三段 现在这两个使徒 虽然这两个臭选人 虽然在一起很久还看不透 所以主既然是使徒 你自己选的 最后才摇签 所以摇签里面摇到玛提亚 所以他就是主所选的 所以这是我们问了 很多人就要问了 今天教会选长老子是能摇签吗 当然不可以 你直接的答案就是不可以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独特的 为什么 我这样说 首先我这样说 摇签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做的事情 你们看利未记 你们看很多的祭司长他们按着班次 然后这样服侍主 好像那个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 也是有摇签轮到你 轮班就去 旧约 神的完整的心意还没有显明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是有用这样的方法 来寻找主的旨意的 但是今天圣灵已经降临 有神的道 有圣灵感动引导 今天走哪一条路 教会领袖要怎样选 其实神的道都有原则了 我今天去应分一份工作 工作 祂就告诉我 聘请我 要不要做 摇签 回家摇签 你会摇签什么 你用神的话看 这个工作影响到你来聚会就不要做了 给你多少钱都不要做 对不对 原则就在这边 你找配偶有 A弟兄追我 B弟兄也追我 到底要选哪一个 摇签 你敢吗 我都不敢 你还是按着圣经的话好好查验 应该要选哪一个弟兄 怎样是属灵的弟兄 爱主弟兄 很清楚 所以现在不用摇签了 这是第一 信约 绝对不用这样的方法了 然后第二是什么 第二你要知道 在这里特别是选使徒 不是选牧师长老 选使徒 第十二个使徒定了 然后后来只有很比较独特的 还有谁做使徒 保罗 还有谁 雅各耶稣的弟弟 对不对 保罗每次讲我是一个怪胎来的 主向我写明的方法 也不是像给这个使徒这样 跟主耶稣在一起三年半 我是去大马士哥的路上 主向我显现 那时候圣经还没有被启示 所以主还有添加了多一两位 你们明白了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 没有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因为是选使徒 没有人知道人的内心真正的光景 蒙受的恩典多少 所以这是独有信的 也是主亲自要拣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摇签 那么 所以第一章我已经讲完了 第一章的我们看见整个门徒们一百二十个人 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的结果 就是选到了 取得了使徒的完整数 也设下了教会的权柄系统 教我们晓得整个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 这个定了之后 五旬节才领到 五旬节的事情我们下周再讲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祢用祢的话语 把祢这么清楚的 有根有基的作为显明出来 主 祢是有秩序的上帝 祢是立定一切的上帝 主 祢所进展的福音施工 没有人能够推诿 我们人是会软弱 但是主的工作不停止 反而持续 主要得着历史历代的一个完整数 最终 所有祢所拣选的人都会归向祢 因此我们感谢赞美祢 今天我们知道 因为祢的拣选是完整的 绝对的 所以我们能够放胆为祢做见证 不是我们人的热心才能够成就的事 只有我们把祢的道讲得清楚 借着祢到动工的圣灵 自然会得着祢的子民 主 愿我们这群人 我们听了祢的道之后 我们心里也有切据 在服侍祢里面传讲祢的话 或者为祢做见证的时候 大有胆量 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恩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